48岁女星6月高中毕业及她入演艺圈工作 没能继续升学 去年她为了弥补遗憾 考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ZFE MBA 今日她在宣布拿到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6月在文中喜滋滋地表示 很开心自己能再度当回学生 十分享受这一年多的求学生活 除了拿到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没想到还当上了学生会会长以及 羽毛球社团的社长跟其他三个社团干部 6月满足地说这一年伴来生活多彩多姿 很荣幸也很高兴能被台师大录取 滋养内在丰富生活 更让她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最后6月承诺未来会更努力进步 也推荐追悶者可重返校园进修 李懿看到6月的好消息留言鼓励 很赞耶 6月俏皮的回 你才知道你取到宝 夫妻来一来一往的互动 相当逗趣也间接瓦解先前的欢便传言 欢迎光临我的是大开学Vlog 因为我没有选到这门课所以我是需要加钱 来了抽学生间 我没帮你我爱你 你看四个名额哈 我抽到了命运之神宝佑 谢谢 谢谢 你吵这样可怜 艺人李螺的20岁女儿李子嫣 因外形亮眼充满仙气 在学校犹如仙女一般的存在 经常吸引同学关注 而目前就读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她 二日也迎来开学日 与大家分享校园生活 现年20岁的李子嫣 目前是台湾偶像女团PoSix的成员 不过在去年选秀节目 《未来少女》中组成九人团体 黑药精灵参赛 每每表现亮眼又吸睛 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李子嫣在IG上分享开学生活 只见淡妆的她 依旧仙气满满 顶着阳光在校园中散步 宛如仙女降临 影片扑光后 让大家纷纷羡慕 羡慕有这么漂亮的同学 这好漂亮 太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